上检下垂手术怎么做 刘宏雷 西安市第四医院 眼整形与眼矿病中心 副主任医师 上检下垂呢 由于不同的原因 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手术方式 其实上检下垂最主要的判断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管抬眼皮肌肉叫做提上检肌 所以我们判断上检下垂它的程度有分轻中重 那么手术的方式是依据提上检肌的功能来判断 两毫米以下 两到四毫米或四毫米以上 那么这种手术方式不一样 两毫米以下 我们可以仅仅通过截膜那面 明罗斯基的切除 就可以把眼皮抬起来 如果很轻 我们可以做提上检的缩短 让它原来很长的形状变短了 我们就跟皮筋一样 这东西皮筋变短 它弹性就变大 它就可以被白眼皮拉起来 如果它更重 我们可以做提上检肌的截除 切除更大的范围 另外我们还可以做 刚才说了一个硅胶桥的悬吊 还可以通过利用额肌 因为在很多小孩两岁以后 额肌功能慢慢发育了 我们可以通过额肌半的悬吊 来做手术矫正 专家提示 一 手术的方式 根据皮上检肌的功能判断 两毫米以下 可通过节膜面 抹了肌切除使眼皮抬起 二 情况严重 通过硅胶桥的悬吊 额肌半悬吊做手术矫正 继续